公務管理的國際性會議這裡 大概這個是考試上的層次比較低啦 不過你大概看一下它的發展 從1991年的第一屆全美公務管理學術研討會開始 那當時候這個雪塵大學麥斯偉學院看到雪塵大學 你應該要有一個 所以他在講嘛 第一句話來跟你講說這個叫美國公共行政學的重鎮 因為雪塵大學你應該知道這是什麼理論的提出啊 行政學當中看到雪塵大學 就要想到1968年的瓦豆的新公共行政 因為當時候瓦豆的1968年的新公共行政 也是在雪塵大學這個地方所提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公共行政的重鎮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告訴你說他們當時候探討的重點 1991年的時候探討重點在於 公共管理主題明確化 就是到底公共管理是要探討什麼 然後開始去強調這個 那明確化之後他們講了三個議題 怎麼樣去活化公部門 第一個告訴你公共組織活化的辦法 怎麼活化公部門 怎麼去改善公部門的績效運作 因為公部門長期以來 我們說他的績效運作比較不髒 怎麼去改善這個問題 然後甚至我們說的第三個 也是其實還在講效率效能 怎麼協助政府來運作比較好的方式 還是在講效率還是在講效能 所以其實他講的這三個方向 無非都是在探討跟效率效能有關的一個議題 他有效不效能 那第二個他說 第二屆的時候1993年又舉行 在威斯康辛 他們舉行了這個學者 Kato跟Milwood主持人 講了這個編了 會後編了一本書叫公共管理的現況 第三次堪薩斯大學 然後Federation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的 講什麼行政學是借用的學科 然後講什麼公民資格 什麼叫公民的 就他Federation 然後跟Jensen他們去提了 寫了一本叫公共管理的改革與創新 第四次97年 喬治亞大學 H.Renny H.Renny這個學者 我們在行政學也有看過他 他講什麼行政學的 公共性的公共利益的特色 什麼叫公共性 什麼叫公共利益 這就是H.Renny 那再來就是跟你講 總共這四次 然後這第四次的特點比較重要 第一次他們講了幾個特點 第一個公共管理者有教學研究對象 他研究誰公共管理者在做的一個過程 探討公共管理者他們探討的一個重點 然後再來第二個他跟你講說 重視的政治環境 OK重視公共脈絡政治環境 然後也重視管理策略 就是我政治也重視 管理學方面我也重視 然後重視政府的績效 然後強調部技跟腐技關係 這腐技關係在你行政學裡面也是一個大重點 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你跟州政府 你在行政學裡面 比如說你就會學到 Sherfers跟Russell這兩個學者 那Sherfers跟Russell這兩個學者 他就有去提到這種所謂腐技關係的概念 腐技關係的概念 那這就是會是一個重點 然後討論什麼個案研究的方式等等 科技整合個案研究方式 理論實務並重 這個都是他的一個重點 他的一個看法 所以他跟你講他總共這個特徵有這四點 那第五屆德州農工大學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 你看一下就好 他們有像那個行政學當中的那個什麼 我們行政學當中有一個 我們說的這種所謂的 明諾布魯克會議 你行政學裡面有一個東西叫明諾 就是新公共行政他們第一次提出來的 挖斗他們在雪城大學提出來 那個叫第一次的明諾布魯克 因為他們是在雪城大學的明諾布魯克會議廳 所以他又叫做明諾布魯克會議 就順便提示你一下 所以你在行政學準備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人就會考你 他有時候除了第一次之外 還有第二次還有第三次 那這三次的明諾布魯克會議的重點是什麼 這就請你要去搞清楚 所以他們的這個明諾布魯克會議相對來講比較重要 所以考試如果有時候選那裡問你 明諾布魯克會議你不要看不懂 明諾布魯克會議就是新公共行政 或者叫明諾布魯克觀點 他們就有很多名稱 人家講明諾布魯克會議就是在講新公共行政 就是講明諾布魯克觀點 這三個名字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為什麼叫明諾布魯克會議 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講 他是在雪城大學的明諾布魯克會議廳舉行 發表的這個新公共行政 所以有些人又要把它叫做明諾布魯克觀點 或明諾布魯克會議 但是明諾布魯克會總共有三次 而且每二十年召開一次 第一次就是1968年的這一次 那第二次就是隔了二十年之後的1988年 所以提示一下 看到這個時間你應該會覺得很敏感 為什麼 因為他的前五年1983年 你們在行政學或是我們第一堂課在講架構表 都有提到 1983年有一個東西叫黑寶宣言 所以明諾布魯克會議的第二次 有受到黑寶宣言的影響 強調憲法憲政的重要性 因為黑寶宣言非常重視憲法憲政 那第二次明諾布魯克會議的1988年 就受到這個影響 第三次明諾布魯克會議2008年 第四次還沒有出來 因為第四次要2028年才會出來 他要在8年之後才會開 除非你一直考考到2028年 你就會看到第四次明諾布魯克會議在講什麼 他們每二十年就會召開一次明諾布魯克會議 來探討有關公共行政全球的公共行政的議題 比如現在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學的學者 他們都在探討什麼東西 然後就針對這個開個研討會 然後會有一個結論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務層面 所以這個我們公共管理的這五次會議 大家看一看就好 這個比較沒有像米諾布魯克會議那麼重要 然後我們的下面的實務層面 公共管理緣起的實務層面 他講了英國的新右派美國的新治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什麼叫英國新右派美國的新治理 我們來看 他說其實公共管理的實務層面 無非是在什麼地方 無非是在於英國的新右派跟美國的新治理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公共管理崛起之後 我們落實在實務層面 大概是在講政府再造這個理念 那講政府再造這個理念 就會牽涉到兩個最主要的一個標靶國家 也就是英國的新右派美國的新治理 因為公共管理我們說如果你狹義的來講 按照狹義的來說 就是只設1980年的新公共管理 那如果你要講狹義的概念的話 我們要只設19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 所衍生出來在實務層面 無非就是英國新右派跟美國新 那英國新右派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柴契爾夫人 柴契爾夫人開始他去講求這個新右派的理念 他告訴你當時候的保守黨 保守黨執政 然後他們總共當時候 從柴契爾夫人到他的後繼者 梅傑首相 他們總共在英國當時候執政了二三十年 二十幾年左右 那柴契爾夫人在1979年推動民音化開始 他推動民音化開始就是整個 英國政府再造的造史 一個史段 然後推動了這個民音化 我們說柴契爾夫人 功過有爭議 有很多英國人認為他其實因為破大刀闊斧去推動這個民音化之後 使得英國的這個公務部門的效率效能 的行政效率上面有所增加 然後甚至來建造所謂現代化的英國 這個素有鐵糧子之稱 然後當然也有人很討厭他 比如像這些國營事業的功能就非常討厭他 因為他採民音化 採了民音化之後導致很多國營事業功能 他可能福利減少了 或者是因為這樣子績效不好被開除事業了 所以他當時候也受到這些功能的反彈 那可是不管怎麼樣他們當時候 這個保守黨在英國 我們說你們學政治學的知道 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所謂的右派政黨 比較淺向所謂的市場開放 政府的規模應該要越小越好 政府不要去過度的干預市場 規模越小越好 扮演一個基本的 我們說的扮演一個基本的 這種所謂秩序的守護者就好 這都是右派政黨的思想 那保守黨既然是右派 所以他就主張小政府 他就主張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的這種 新右派的思想小政府 認為政府基本上可以不用管那麼多事情 很多事情市場不要去管制他 應該要解除管制 讓市場自由發揮就好 然後他說他們推動了 你看他後面講 他們是新右派 強調個人價值偏好的選擇 然後主張縮小政府規模 就是小政府小而美小而能 然後第二個他說 透過運用企業管理工具來改善績效 甚至透過企業管理工具 改善政府的績效 人力資源的分配 組織的怎麼運作等等 這都是整個新右派 因為其實新右派他們重視的都是 組織要怎麼重新設計 我怎麼往企業的方向重新設計 讓整個政府體系變得比較有效率有效能 然後我的人力資源文官要怎麼去安排 讓文官能夠貢獻他的專業 這都是他們考量的思想 他們重點就是在於效率效能這四個字 所以這個是他第二個 然後包含他引進了什麼公民憲章啊 續接計畫服務品質競賽解除管制方案 媒介繼任之後繼續推動這些東西 然後新右派你看第四點就跟你講 新右派基本上具備了新古典經濟學公共選擇 就如同我們在第一堂課教過表跟你講的 他司法古典經濟學 亞當史密斯他們那種國父論 認為人都是理性自立的 那就是我人都是理性自立的 所以我又怎麼樣 我不需要去幹嘛 我不需要 政府不需要去干涉人民 人民他都有自己的價值偏好選擇 你就讓他自己去實現就好 你說你不管他他要去哪裡實踐 他去市場 市場有競爭多元的選擇讓他去選擇 他可以藉由市場的機制 了解到哪一個方案哪一個選擇 對他來講才是一個最佳選擇方案 所以說他們基本上都不主張要干預市場 主張政府其實基本上應該要開放市場 然後你開放 也就是說你開放市場 讓這個人民去做自由價值的選擇 因為市場當中我們講說 他都有一雙看不見的手 市場當中都有一雙看不見的手 因為你如果讓看不見的手來運作的話 invisible hand 讓這雙invisible hand來運作 市場機制來運作 我們其實就可以追求經濟學在講的 博銳圖效率的最大化 就讓人民自己可以來發揮自由選擇 叫做博銳圖效率的最大化 當然這個博銳圖效率是經濟學的東西 只不過他還跟我們公共管理有一點關係 大概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博銳圖效率的最大化 也就是說人民就能夠滿足自我利益追求的最大化 政府又不需要干預他 因為你過度干預政府又要花錢 你過度的去花費政府資助的成本 容易造成在台高足 勢必公清大政府行政國 所以他們都認為說 基本上帶有這種公共選擇率 那什麼叫公共選擇 我們一直說這個公共選擇 新公共管理跟新 我們講新公共行政 他們對於公共兩個字或公共利益的看法 其實公共性或公共利益的看法其實不一樣 我們說新公共行政 他對於公共性公共利益的看法 講的是一種集體的概念 比較像集體 然後這個新公共管理講的是個體的總和 什麼叫集體 什麼叫個體 我們再來進一步講 他為什麼講集體的概念 大家一起 所謂的公共性公利益 柏特在1968年提出了這個新公共行政之後 他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行政的過程應該是集體 就是大家一起 這個東西叫公共性公利益 那為什麼他會採這個集體的概念 無非是受到1933年凱因斯經濟學的影響 因為凱因斯經濟學採的是一種總體經濟的概念 你說什麼叫總體經濟啊 簡單講你要去知道他時空背景 就知道為什麼凱因斯會採總體經濟 1929年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到12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中間 1929年因為一戰是1914到1918嘛 那1914到1918之後 我們都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我們稍微講一下 你這樣比較會有一個歷史背景 當時大戰打完了之後 美國借了很多錢 去給這些歐洲的英法兩國 他本來不想介入 那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美國後來會介入戰爭 其實兩次戰爭 美國都不想介入 他都是因為被K嘛 也就是德國去打這個軍艦發射飛彈 去打英國的船艦 然後不小心去打到美國的船艦 所以打到美國的船艦之後 導致他們掛掉很多人 所以美國人就不爽 美國人就參戰 參戰了之後 這個英法就跟他借錢 因為當時美國開始在崛起 變成了世界強國 開始在崛起 那這個英法兩國就跟他借錢 借錢之後 打完一戰之後 美國人就說 你借錢要還 然後英法兩國都說 沒有錢 反正我只有命一條而已 沒有錢 所以不是只有人不會還錢 國家也不會還錢 國家也會耍賴 他就不還美國人錢 然後美國人講說 反正我們就沒有錢 因為大戰打完之後 反正我們就是要建設國家 要重新恢復經濟 所以沒有錢 沒有錢就耍賴 要不然你咬我 他就跟美國人這樣講 所以美國就不爽 美國就發誓說 從今天開始 我們絕對不會再插手歐洲任何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認為歐洲這些國家都是小人國家 就是背信的國家 明明跟我借錢 然後也不還 然後裝死 所以他們就不想理他們 那美國人後來的總統 就採取了一個政策 他採了一個政策叫關稅壁壘政策 關稅壁壘政策 這個關稅壁壘導致了後來1929年到1933年 這四五年之間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發生 叫全球經濟大恐慌 他採了這個關稅壁壘真的不是害到 因為他本來為什麼要採關稅壁壘 他就說歐洲那些國家如果貨物進來 我們都嗑他高關稅 就像現在中美貿易大戰一樣 我們就嗑你25%的高關稅 然後懲罰你 誰叫你跟我借錢不還 那可是後來他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大戰之後其實是需要 世界的經濟是需要恢復的 那恢復你應該要刺激他 那結果你又採這種關稅壁壘政策 導致貿易的停滯 因為我把貨品 運輸到你這個國家去我就要被磕25%的高關稅 那對國家講就是一個經濟就不容易 民眾就不會願意買 你想商家被磕了25%的關稅 他要把這個錢跟誰要 當然跟消費者要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移轉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那你貨品就變貴 那你變貴因為大戰之後大家沒有錢 因為工作不是那麼好找 就被破壞 被破壞其實很多公司都沒辦法生產 工作不好找 薪資不高情況以下 你的貨品商品又變貴 所以消費能力就降低 導致全世界經濟不景氣 美國自己也受害 他們要弄別人又弄到自己 所以當時候全世界很多國家都 實業家資本家都破產 那破產了之後 大家都坐在路邊當乞丐 因為沒有錢 所以每個人都找不到工作 每個人每天早上一出門就坐在路邊 然後一天一天這樣過去 所以當時候凱恩師就認為說 他會採這種總體經濟的時候 凱恩師說 現在全世界發生了這種經濟的問題 那你身為政府 你是不是要做一點事情 他就說 那政府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失業情況全世界性的 世界全球性的 政府應該要採取一些步驟 也就是他認為政府應該要大量舉債 你說為什麼政府要大量舉債 所以為什麼現代化很多國家 有時候經濟景氣不好的時候 政府都會去釋放什麼公共建設 然後去從事公共建設 或去釋出這些所謂的就業機會的子缺 這其實都是凱恩師的思想 他認為說你現在就要捐舉債 欠錢沒關係 再留子孫以後至少慢慢還 不然你現在國家都要掛掉了 國家都要倒閉了 所以先舉債 舉完債之後做什麼事情 去新建大量的公共建設 去新建大量公共建設 政府就需要勞工 就需要工人 這時候就能夠在短期之內 降低失業率 沒工作的全部都來找總統 總統明天都保證你有工作 我們明天開始蓋第四條高速公路 第五條高速公路 我就需要大量工人 我都派你去蓋高速公路就好了 那這樣我在短期之內 就能夠你的薪資就由誰來付 由國家來付 這凱恩師的思想 短期之內一定能夠快速的降低失業率 降低失業率馬上就能夠讓社會秩序穩定下來 人民的心情就會比較有安全感 比較穩定 那你說這個穩定了之後怎麼樣 就比較不容易造成動亂 因為你如果一個社會秩序長期處在混亂的狀態 很容易造成有心人士的動亂 比如說在這個二戰的納粹為什麼會興起 二戰的納粹會興起也是因為一戰之後的德國社會秩序非常的混亂 因為共產黨 因為一戰之後他們的那個共產黨在街頭燒殺魯掠 反正就是危害社會秩序 那當時候德國人其實非常厭惡共產主義 所以他們才有納粹這個組織出現 那這個就是因為社會秩序長期不穩定的觀念 容易造成國家政權的更迭動盪 所以凱恩師來說 OK那你現在政府就是要舉債 那你舉債為什麼要舉債 因為政府存在的本質就是為了達到公共性 為了達到公共利益